马来西亚各地美食名称大批评 同样食物不同的叫法 连本地人都会混淆 马来西亚除了有不同的文化让人着迷之外 当地的美食也是令人难以忘怀 不过你要知道 马来西亚本地的美食名称 他意真的是很大 有的时候同样的食物在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叫法 有时同样的名称端上桌就是不一样的食物 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我太难了 以同样食物不同的叫法 冷饮 这个时候我们在马来西亚天际冷饮 这个我们都必须点的嘛 每日必不可少 如果你想喝一杯冰咖啡 可以说是咖啡咖啡 但是在中马地区呢 也可以说咖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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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s a choco 那么第二 砸果泡冰 wiz ABC 就是 I gel I BATU 就是冰块 Champo 则是混合的一个意思 ABC 冰又称作为娘惹红豆冰 在东南亚闽南语或者是福建话 也是红豆冰的意思 所以你懂福建人多的地方就叫 所以这个ABC 红豆冰都一样的意思 我想吃这个 那么第二 不同的食物同样的叫法 那么第一个是辣沙 在北马辣子就是一道酸酸辣辣 鱼碎鸭肉煮出来的面食 再搭配上虾糕酱进食 非常的开胃 那么在中南马的话 拉萨其实比较偏向咖喱口味的面食 配料也大有不同 包括鸡丝、豆芽、豆腐皮、猪血等等 如果到了中马的沙拉月 拉萨又可以以上两种有所不同 汤底会加入虾冰润 调味就会更加的讲 搭配上虾肉、鸡蛋石、芽菜和酸肝等配料 是不是很复杂呢 哎呀这时候你吃就对了 卤肉 在北马有一种小吃叫做卤肉 你一定以为用乳汁烹调的肉类对吧 不 它其实包裹在腐竹皮内 卷成肉卷炸鱼香炸 其实卤肉配料 还有下煎乳蛋、蛋皮、豆干、炸鱼肉、卤酥皮等等 在北马一代 这是仇神细棚底下必有的美食之一 也是许多马来西亚华人的儿时回忆 不过你要知道 在中马 乳肉指的就是以酱青香料所烹饪烹调出来的酥肉 不是小吃哦 第三 神奇的福建面 最后这样的食物 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放在哪一个类别了 只好单独的拎出来说 你要知道熟悉马来西亚的朋友都知道 马来西亚华人群体有许多福建人的后代 所以福建面也是这里的大美食 那么在北马福建面是长这个样子的 而在北马的福建面 则是一道用着虾壳、辣椒熬煮的赤红辛辣汤底 再配上黄面条、米粉、蝦和韭菜等而成为的面食料 福建虾面据说 早已移民制兵道的福建人所研发的 所以也有人指出 这是一道从福建流传的食物 在泉州一带称为虾面 随着华裔兼备下到南洋 再加上南洋的辛香料 形成了目前的虾面 然而中南马地区的福建面则是另有其面 它就是长这个样子的 那么福建炒面一般用的都是粗大的汕水黄面 配上猪肉、虾子、黑酱油、猪肉片、花枝、高粒菜、猪骨高汤等材料 焖炒 食用的时候搭配上桑巴辣椒酱 在吉隆坡一带华人社区是非常流行的面食力 其实这种面食在福建一带是无法巡获的 是在早期移民至吉隆坡的华人 为了适应当地的炎热气候所开发的 其料理方式则是一带由一带传下来 至福建市美一带 所以被冠上福建的名称 都是福建面 这不就是壮面的吗 所以北马人把中南马福建面称作为白洛米 中南马则是把北马的福建面称作为下面 就是这个缘故啦 这还有点意思 那么冷知识还有哪些食物呢 有两种名称呢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我们下个视频见 我们下个视频见